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好 再过几天,就是中国农历新年了 很高兴通过2021春之声中美青年云端音乐会 同各位新老朋友相聚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人类面临抗击新冠疫情 恢复全球经济 保护人民生计的共同挑战 我们为有团结一致 携手应对 才能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新春是万象更新的开端 牛年预示着战胜困难 兴旺发达 在此我仅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向中美两国人民 特别是中美青年朋友们 送上最美好的新春祝福 艺术的魅力是穿越寒业的光芒 在不同国家、种族、文化和世代之间 搭建桥梁 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 和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期盼 此次音乐会名家云集 我们要衷心感谢中央音乐学院 于峰院长 上海音乐学院 廖昌永院长 天津音乐学院 徐昌俊院长 武汉音乐学院 胡志平院长 朗朗先生 和中美两国合作院校的师生们的大礼支持 期待着两国青年艺术家的精彩演出 希望只因天上有的美妙音乐 为两国人民带来温暖 点亮希望 开启一个美好的春天 谢谢大家